来看到学校教官竟然把校门口当成公厕了吗 这是嘉一所高宫爆出 教官因为应酬喝太多一时情急之下 在校门口做出了不雅举动 而且这一幕都被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校长得知后震怒 把当事人找来对质 犯错教官才坦诚 的确做出了损害校医的行为 心虚道歉 还要移送军训处来严格陈处 一辆白色轿车开到校门口前 走出一名男子步伐摇摇晃晃 一路走到柱子旁才停下 其实主任教官走入了大门口 接着就看到男子面向柱子迟迟没有动作 过了好一阵子就发现地上出现水渍 看到地面是湿的 男子转过身来拉裤头整理仪容 原来他把校门口当成了厕所 而做出不雅举动的正是这所学校的教官 完事后走进校门坐了下来低头滑手机 似乎想当作一切没发生 应该是体力不支了 所以主任教官就坐在此地 等当晚留宿的教官 以为深夜就没人发现 但这一幕全被监视器拍下 家印一所高工日前爆出有教官 因为应酬不声酒力 一时尿急就大胆在校门口小便 一查之下 九厨这名教官当面对峙 体证就摆在眼前 犯错的教官坐立难安 这时再想借口也来不及了 索性坦诚鞠躬致歉 守卫去做巡逻 在等的期间因为尿急 就做了这些社会观感比较不好的事情 这边感到非常抱歉 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真的是不应该 应该用严格的严厉的方式 当时教官遭移送 军训处仁平会严格惩处 校方眼下严厉 不准教职人员校外聚餐时喝酒 在学校服务多年 却因为一时失控 损害校域 恐怕也坏了教官形象 记者赛从无加一报道